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前进这座隐秘 却充满美景与人文故事的美流湖大冬田部落 刚毅的神情和守护的佩刀 两尊栩栩如生的雕像 揭示着我们已踏入一片泰雅原乡 这里是新竹县的五峰乡 继续深入前行 山间的景色逐渐展开 一座隐身在珊瑚缓坡间的小聚落 也悄然出现 这里是五峰乡花园村的大冬田部落 大冬田这三个字 其实它是源自于客家人旗的名字 那它真正的打印的名字 就是叫这个美拉欧 美拉欧的意义就是说 我可以坐享其成的意思 表示说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安和乐利的意思 缓坡的地势为部落族人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活与工作环境 也带来了安宁与风饶 然而在更早之前 却是因为日治时期 日本能够了分散族人势力 将摩山部落的部分族人 牵制了 买了户 我们这里以后是从竹岭 有代价 两代 两成 然后他们从那边被里翻到这里来 那我们就老人家就开始开壳 那这样的话距离大概也是一百多年 从烧肯游猎到定居耕作 百年来部落逐步发展出 农牧结合的生活模式 也交织出在地特有的文化风俗 一只牛带来社群间的凝聚力 也足起了互助与共荣的精神 自纳入国家体制以来 山林治理政策深刻影响了 部落的生活与生产 从买了户 打冬田 到花园 改变的不仅是地名 还有经济活动的转型 后来就是到了这个时候 就休耕了嘛 感觉到没有办法 不够我们吃啊 那我们就会说 早期有赚钱能力就下去了 从水稻 林业 高山 蔬果 直到近期的观光休闲 部落经济与国家政策 社会变迁密不可分 其实当初是这样啦 就是我们弄这个路很起初 主要是因为 我们不要让它荒废 随着露营产业芳心为爱 主人正探索如何跟上趋势 将保护土地的理念融入其中 然而此路虽新 仍面临合法化的冲冲挑战 这个山后面 真正在开发土地 用钱去开发是平地人 他们没有说 不会按照 不会完全按照说 他们的设计 然后就是水保 简易水保 或是水保设计 等到他们到现场的时候 大肆开花 从非都市土地许可使用 到露营场设置登记 一连串的流程 都伴随着真金白银的开销 主人期盼能有 更完善的配套措施 让他们得以在 自己的土地上生存下去 所以再来就是说 我们原住民 就算我这个好了 大概就是以原地原貌 去做这个露营场 我们原住民 你在合法 你在污水处理 你在做建筑 在做一些水保 那个来来回回去 好像几十万 我们之前 想到说很单纯 想要去赚一点钱 过生活的时候 我们那个前面的 都还在付一点债的时候 结果进入到说 合法不合法的问题 我们拿来的钱去做 采访期间 我们恰巧遇到 五峰香公所 社区营造计划的成员 一群来自多元背景的 青壮世代 他们的首要目标 是活化社区组织 社区资源的盘点 也成为他们的重点工作之一 那我们刚开始除了盘点 就是我们的五峰观光之园 然后呢 盘点所有的协会 目前大概有整理差不多了 再来就是下乡 我说的可能要反弹 可能要去收集部落的故事 目前的话就是来到这边的话 因为前面那个入口意向是 因为多年的时间 他就风化腐败 然后就是要询问 就是当地的居民啊 然后协会 还有村 就是村里面的那个张者 说我们这边要有什么 用什么样的一个入口意向 目前团队正结合当地历史故事 重塑部落入口意向 同时公司部门也都希望 善用在地的自然景观 推广部落旅游 而在花园村 举目可见的美丽瀑布 便是其中的一大亮点 这个就是相当久的 有啊 太阳土鸡 你看 那个就是它的一个象征性的 但是就是它以前的鸡 墙面的基础 这条通往瀑布的小径 沿途不止可见到传统的农作 以及土造的家屋 还蕴藏丰富的生态景观 等待游客探索 小心啊 就是怕那个 因为它有稻沟 打烟的话叫做 就是腾心 为什么我们腾心压了越多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 编织的这个功法 已经慢慢在失传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是蝙蝠洞 它的蝙蝠 飞出来都这么大 它的翅膀 长翅出来都这么大 然后呢 它这边的那个蝙蝠洞啊 蝙蝠 它会直接到下面跟人家 跟那个另外一处对飞 这个有没有 以前我们那个 蝙蝠民呢 我们烧彩的时候 然后板一板 然后就变成我们 就是老人家会堆变成彩火 这个是骑火用的 这个是木材 那我们的用是骑火用的 它的果子也很好吃啊 对啊 它的果子是果汁里的主食 那如果没有猎枪的话 你就知道那个 果汁里是怎么走 它会爬树嘛 会爬那个 短短的路程 处处充满惊奇 每一步皆可见自然的巧妙 以太阳族人的智慧 而步道的终点 便是这座美丽的瀑布 这就是我们的瀑布啦 怎么样的一个作用意 这个以前我小时候就听到 他们叫 带牙列 带牙列 带牙列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个水哦 它会分流 就是破开 你们那时候我怎么会走到海 你从这边怎么上海 帮忙啊 哦 这么大哦 对 小时候就我们就懂得 互相帮忙了 哦 是什么 然后帮忙背个殃苗 那你不做 那什么小时候 在这边做不到的时候 你就会来这边玩吗 会啊 就会都来 直接来这边游泳啊 游水就直接 而且会 我们还会抓鱼 这个上面它水潭 鱼很大呢 而且很深 对附罗族人来说 这座瀑布不仅是一处风景 也是灵性的象征 然而随着前来巡访的人数增加 维护环境与基础设施的建制 变得更加重要 而初次到访的游客 也提出他们的反馈 以前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去爬 都会爬比较原始的步道 所以我来走这条步道 就好像回到我以前 跟我爸爸妈妈去走的那种感觉 那这里看起来 路程不会很远 很适合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绞成的人 来这里享受一下这里 其实这个路线前段并不是很好走 因为一直下坡跟上坡 可是走进这个步道区之后 我觉得好像进入桃花园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尤其是到了瀑布区 就是风也凉凉 水也凉凉 有冰沁的那种感觉 好像感觉很多奋斗金 对 我很喜欢 大冬田是个小而完整的部落 在这里我们看见丰富的人文与自然资源 以及青壮世代投入社区营造的热情 同时我们也看见文化逐渐流失 经济发展受限等难题 期盼未来族人能及时广益 在环境保护与经济成长中取得平衡 走出可持续发展的宽广道路 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尽管隐身在山谷中 但相较于其他部落 美楼护大冬田部落的地势更为平缓 且腹地宽广 走进部落仿佛展现了三重水腹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也有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宁静跟美好 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波缓坡地也成为露营休闲产业 以及多元农作发展的理想之地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位在新竹县竹东镇的瓦吉萨园区 于2022年成立 是新竹县首座原住民族产业展销中心 瓦吉萨在泰雅族语是欢迎来聊天的意思 园区内不仅推广部落产业以及培育人才 还精心打造多个特色区域 提供文化交流与体验的活动 并且展示了当地的农特产跟手工艺品 成为族人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 在每个月园区都会安排丰富的活动 邀请大家前来体验原住民文化的魅力 请看我们六 revise 2021 请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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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了才华云集的 原封325音乐节级大赏奖 以及展授原乡特产的 新竹游乐园成国展 希望能让民众 沉浸在视觉 听觉 味觉的多重想念上 这里是位在竹东火车站 西侧的瓦吉三园区 瓦吉三园区于2022年成立 是新竹县首间原住民族产业展校中心 随着越来越多族人移居都会区 县政府利用地利之变 将这片区域打造成 以太亚族赛夏族为主的 文化产业推广据点 那我们希望能够再把我们原乡的 这些产业的这些内容 能够在都会区呈现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原民会 去争取了一个 这个产业园区的这一个计划 在这个园区里面 有很多种类的产业在这边呈现 对 然后我们只要做153的形状 这里是瓦吉三园区的音乐基地 除了乐器教学 歌唱 音乐制作等课程 还提供录音与练团空间 但这个空间很特别 我是园区里面的两台火车的业主 我主要经营的是音乐产业的部分 我们刚刚呢 是在做单曲的制作 那我们就是用这边的专业的设备 然后来制作这边的音乐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在录音录一录 会有火车经过这样 就是它的火车的隔音 并不像是真正的 一般录音室里面的隔音 这么样的绝对 那么的干净 但是我们却可以去 意外的收一些现场的环境音 车厢中的环境音 增添了录音的现场感 让作品更具生命力 此外 透过音乐发表会和专辑制作计划 瓦基山的音乐基地 为在地的音乐人 创造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 真的要感谢一下 我们新竹县政府跟阅明会 给我们那个产业2.0 然后做培育我们的 乐舞产业计划 对 然后我们在这段期间 两年的期间 我们已经培养很多的音乐人才 甚至已经开始在做商演 那我们未来计划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在这里 为他们发行自己的专辑 对 就真的不用一直去台北 我们把这些音乐的这些人才 把它聚集在这边 那有很多的这些表演内容 就会出现在这边 瓦基山以音乐为桥梁 串联起饮食 娱乐等相关行业 推动产业共融 而除了音乐 这里还汇集了多元的商家 从手工艺 美食到文化体验 样样齐备 那我们的 这边有很多都是我们族人自己制制的商品 这一处泰雅农市集 主打原住民在地食材与创意研发 提供农产 酱料 甜点等多样商品 同时也让部落的小农与店家寄售产品 此外他们还结合原乡自家的餐厅 让顾客能够一站式的体验 援助人饮食文化 那其实我们的客群 我们主要想要推广的人 是我们自己的族人 这间由青年工艺老师创立的工作室 专注推广泰雅工艺 特色产品涵盖传统服饰 工艺教材及材料等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自己学员 学生会比较多来这边买材料跟工具 那我们也会卖一些地基的工具材料 然后还有课程 对 然后织布机像这种 我们的织布机 所以他们有时候 老师我想学织布 但是他们没有工具 所以就直接在这边购买 传统我们不是有 铁铃上面都会有一个那个背带吗 我们会用瓦筋嘛 那但是这样子的瓦筋的体验 如果你要真的要做一个瓦筋的体验 他会花非常久的时间 所以我们为了就是想说 有一种推广 然后的一个DIY的手作的话 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明信片 然后它就是一样的体验 它可以做成像工资一样的状态 然后就是你 就是明信片你可以寄给别人这样 所以这一组东西 学校的老师蛮喜欢的 因为学校老师就不用背材料 因为每个老师要准备一个材料一个材料 还有准备课程是对他们来讲非常困难 除了传统工艺 芝山工作室也推出服饰资料夹 毛巾等实用产品增加商业的吸引力 无独有偶 将族群文化元素融入现代日常用品的 还有这间店铺 我们这个袋子的话上面就是雷女文 那底下这个的话浅色这个是泰雅族的图纹 对那因为我们雷女文是红色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的话是现代的制品工厂做的 那你如果要纯手工去编织它 要花非常久的时间 那我们希望透过就是大家比较亲民的价格 然后能够把这个带回去 又可以知道泰雅跟赛夏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小知识 让他更认识我们 不会说看到这个图案就是 他就是佛祖啊希特勒啊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的解说 让他更能够知道说 这个图案是属于我们赛夏族特有的东西 透过与顾客的每次互动 细细解收文化符号和图案的意涵 让族群的故事 轻轻流入更多人的生活与记忆中 我想不起来 除了在地的料理 瓦吉山园区还引入远道而来的一族佳肴 搭配了南台湾热情爽朗的笑声 为食物增添温度 这个口味是红礼跟小米 对 材料都是从屋台 我从屋台那个寄上来的 真材实料呢 对 没错 这都是我们屋台的爱玉 跨越距离的文化美食 透过交流 使人们在美食中找到彼此的连结 而让人在互动中感受到 圆明文化内涵的 还有这一间工坊 这一间叫奇异工坊 主要是说推广传统原住民的弓箭 那我们主要介绍的弓箭就是这两种 一种是竹子的 它是属于赤竹 赤竹 那它是属于在打那种小型动物啊 打动物在用 专门在用赤竹 对 那木工 木工其实才是泰雅族就是本身 本身都会用的弓箭 那为什么要用木工 因为第一个 我们在打仗的时候 它的棒数够强 所以它可能打的距离更远 打的距离更远 那也可以同时 比如说那时候在抗日的时间 时期几乎都是用木工 年轻的少冬自幼耳濡目染 年纪轻轻便具备传统工艺与狩猎的知识 逐步成为一名工艺师和猎人 对 那这一面墙的话 比较特别的原因是 这是我打到各物种最大的 像这一只水鹿的话 它就是700多斤 那时候是我们的祖灵祭 有申请上去国家公园里面打的 那以前的刀上面 它没有铁丝去固定的时候 还要用什么去固定 第一个就瘦皮 第二个就藤 对 用这两种东西去固定刀 让它固定在刀鞘上面 使用藤跟瘦皮固定刀具 让每件作品都具有文化意义 其实进驻瓦吉山的商家 大多怀抱文化使命 但尽管政府的政策支持 经营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课长表示 未来他们也会强化与旅游业的合作 结合园区的商家设计多元的游城 请更多人到访 只要跟旅行社这边搭上一个线的话 我们就能把客人固定 稳定的把它带到这边来 甚至是我们跟原乡学校的这些合作 就是说这边有没有机会成为 成为一个环境教育场域 那这个我们也都在一步一步的推行当中 瓦吉山在泰雅族语中 是欢迎来聊天的意思 园区的商家用产品体验和活动 传递族权的历史 工艺和生活哲学 人们也在此细品一段记忆 触碰一种智慧 感受一份温度 成就了亲近文化 分享心意的设立初衷 随着竹东地区的原住民人口 突破一万人 瓦吉塞园区已经成为 都会去竹人聚集 以及传承文化的重要据点 在这座客家小镇中 竹人得以保留传统 发挥创意 共建未来 而无论是竹人或是游客 期盼都能够再次感受到 多元文化共荣的和谐氛围 并且体验到彼此交流 所带来的正向价值 以及美好的回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请走TIT 我们下一个部落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